《魏在寧郭》將會在下星期六舉辦名為 《在同一個太陽底下》的第二屆當代藝術節 尹俊豪再報導 名為《在同一個太陽底下》的第二屆當代藝術節 是一個為期一日的嘉年華 作為《魏在寧郭》的招牌活動 他們希望藝術節可以為華埠的經濟出一分力 這個活動的主題名為 《同一個太陽底下》重新構思華埠的邊緣 目的就是透過一系列文化藝術體驗、親子活動、表演和美食等等 吸引更多本地居民和遊客來到華埠參觀和消費 這次活動就集合了20多個少數族裔藝術家 打造21個鍵具特色的藝術展品 而這些展品將會分布於華埠的不同地段 令到大家追逐艺术品的同时 从中发掘华埠的独特之处 这个名为集体未来Collective Future的展品 由宏观波浪Marco Wave设计 Robin表示最新的作品《集体未来》 是一项多媒体的艺术体验 他就指大家经历疫情之后 从家居旁边当中重新走出来 回来圈闹的生活的时候 应该反思要如何停下来 他就表示展品利用了触角的震动技术以及音频 可以令到大家放松心情并且缓解压力 在同一个太阳底下的艺术节活动 将会在9月30日星期六 下午5点到晚上的10点举行 地点将会是刀板街800号的艺在灵国 以及华域的各个地方 26台记者 宏俊豪报导